喵,大家好,我是烟猫动画的放映员小旭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第二次机会的故事。 在某个黄昏,一名女士来到墓园,看望自己年轻的军官丈夫,而雅克作为守墓人,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了。 她曾经是一名老兵,虽然战争已经结束,但雅克一直心有余悸,每次看到不远处的小镇时,就会想到以前火光四起的凄惨景象。 再加上,她的妻子就死于战争中,这让雅克更不敢踏出墓园了。 此时,有只星龙猫正在她身后观察着,蓝色的眼睛里透露着灵气,随后她跳到一个墓碑上,把花瓶弄倒,引起了雅克的注意。 可这个墓地一片狼藉,似乎有什么东西爬出来了。 忽然,雅克身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人影,她立刻拿起刷子,把对方撂倒。 但这其实是位年轻的军官,不过去世很久了,名叫亨利,也就是一开始出现的那位。 随后,两人回到墓园里的住所,雅克还为她修补好衣服,而在墙上有张十分旧的报纸,上面印着战争结束了。 亨利看到后很是感慨,在她眼前摆放着雅克妻子的照片,她打算看看,可又觉得似乎不太好。 而亨利照镜子时,被自己的脸吓到了,她全身都变成绿色,脸上还有明显的湿斑和缝合伤口的疤痕。 另一边,雅克捡起地上的怀表,里面放着亨利和妻子的照片,她有些感慨,自己也曾经历过一样的事。 雅克上前安慰亨利,或许现在还有能做的事,但她坐在书桌前思考了很久,也没有任何头绪。 突然,一只星罗猫又一次出现在了窗边,她指引亨利拿起桌上的信纸,难得能有第二次机会做这些事,她决定写一封信给妻子,想告诉她,自己很难说出再见,可为了战争,她不得不这么做。 很快,一封包含爱意的信就写好了,亨利想托付雅克帮自己寄出去,但雅克一想到要走出墓园,她的内心就充满了抵触。 亨利没有办法,只好自己出去了,此时已经是清晨,可她推开铁门,手莫名地被点燃,或许是因为灵魂已经在墓园里根深蒂固,但亨利没有放弃,仍旧冒着危险走出去,即使身上的禁锢让她寸步难行,灵魂不断地被吸走,但她也没有停下脚步,而雅克趴在铁门上不敢出去,可此时,亨利的信被追走,她也倒在了地上, 雅克猛然想到以前的场景,那一刻她战胜了内心对战争的恐惧,最终鼓起勇气跑出了墓园,亨利看到这一幕很欣慰,她知道自己的愿望可以实现了,那封信也飘到了雅克的手里,她并没有立刻返回墓园,而是决定去完成亨利的遗愿。 好了,我们下期见